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大家收聽今集的致力更新這個節目 我們今天的課題是討論有關安樂死 我們的主持除了我之外還有李永康 各位你好,很久沒見 李永康過去跟我們都不同的時間 幫我們做了很多輯的《香港出路》這個節目 我亦都很高興邀請了林東醫生 跟我們詳細探討安樂死這個課題 Hello,大家好 我相信大家都最近在報章上都聽聞 香港一位一向提倡要求安樂死的賓仔 賓仔最終都過了 這個課題其實是很多年前 我都有機會被邀請在不同的電視台 都大家討論過的 相信這個都不是一個熱門課題 亦都不是很多人經常拿出來討論的 但是賓仔終於過了生 他生前寫了一本書 就叫做《我要安樂死》 我很多年前都看過的 我最近在某個場合認識了林東醫生 發現林東醫生在這方面 其實他都很贊同香港在安樂死的方面 應該正式和能夠令到它合法化 或者我先請林東醫生跟我們分享一下 安樂死這個情況 在其他國家已經合法的國家 其實他們情況是怎樣的 Hello,大家好 我是香港省覺研究中心的林東醫生 其實說到安樂死 可能大家想過安樂死和醫學界和法律界別 知道的安樂死其實有少許分別 我在這裡也首先解釋一下 什麼為安樂死 其實安樂死都分為有幾種種類 一種叫做主動安樂死 主動安樂死的意思是 就是直接有第三者 通常都是醫生在外國 注射一些藥物 導致病人死亡 這叫做主動安樂死 另一種叫做被動安樂死 被動安樂死 就是我們放棄一些治療 通常我們叫做維持生命治療 令到病人生命無法繼續維持下去 但是香港醫學界 等一會我都會提及 都認為這些不是安樂死 所以他們不用這個名詞 即是不用這個名詞 被動安樂死 他們用的名詞叫做放棄維持生命治療 其實放棄維持生命治療 這個名詞在我們今次的課題都很重要 因為無論是安樂死也好 或者是遇刺醫療指示都好 都會看到這個名詞 我都在這裡用一點時間解釋一下 維持生命治療 其實是凡之所有會導致生命 可以繼續維持下去 即是推遲死亡的治療 舉些例子就包括了 譬如我們在醫院經常聽到的 即是用人工呼吸機 即是插口俗稱 心外壓 用一些胃管位置食物 飲水 食水 甚至是一些手術 輸血 抗生素 或者是 那些心臟起泡器 叫做心臟起泡器 叫做心臟起泡器 那這些等等的所有的治療方法 都可以 即是令到生命繼續得以維持 我們叫做維持生命治療 那 那為什麼這個名詞這麼重要呢 就因為 因為放棄生命 維持生命治療 我們又叫做被動安浪死 意思就是 當一個人 我們 要 首先 看了那個人 最主要是 看看這個治療 有沒有用 為什麼要放棄 維持生命治療呢 就是 當一個人的生命 去到盡頭 那一些治療 變得沒有用 那時候 那我們就 沒必 繼續勉強下去 令他生命 繼續拖延下去 最主要是 因為他會令病人受苦 所以 其實最主要 在這個名詞 我們牽涉到的東西 就是 病人的利益 還有 病人 在精神上 有沒有能力去認知 還有有沒有被人 及時提醒 他 他知不知自己 要服控器的生命治療呢 會影響到自己的 繼續生存下去 那通常 我們 因為這裡 這樣說 都有點混亂 我們等下 遲些 在下一集 或者 在預設醫療指示 那裡 會再提及多一點 那就是說 你說 安樂死的主動 和被動 在香港現時的情況 他都 將被動安樂死 其實叫做 放棄維持生命治療 其實維持生命治療 其實很多醫院 很多醫療機構 都經常在做 那 那 我們現在 今天的課題 如果清晰一點 其實我們應該會講解一下 主動安樂死的情況 現在全世界 有哪幾個國家 是有 合法地 可以主動進行安樂死的 有哪幾個國家 我們所知 最主要的國家 有 譬如 大家最清楚的 就是荷蘭 比利時 那 那 就 盧森堡 這些都有 主動安樂死的 其他國家 有些類似 是安樂死的 我們叫做協助自殺 協助自殺 和主動安樂死的 不同著就是 協助自殺 是需要病人 自己去飲用 或者注射藥物 那 安樂死 或者主動安樂死 就由第三者 通常都是醫生 注射藥物 那 協助自殺 有哪些地方有呢 最出名的就是 瑞士 還有美國 美國某些州份有 譬如 俄勒江州 華盛頓州 那 澳洲 幾年前 我大概年份 忘記了 但也曾經有過 主毒安樂死 但後來 實施了一年 又放棄了那條法例 那 大致的情況就是這樣 那 我略略又提提 除了主毒安樂死 和鼻毒安樂死 我又略略提提 什麼為之 自願 或者非自願安樂死 那 自願安樂死 因為自願都很重要 一定要有病人提出 那 現在 現在說的都是一些自願安樂死 不是一些非自願 非自願 健康適 可能會分為 shocking 受病人 如果你 Conservative 適合 香港醫學界 或法律學界 所提提 與 це aim 自願主動安樂死 要病人提出 第三者 注射藥物 這些安樂死究竟是否應該合法化呢 因為 香港現時的情況 認為被動安樂死 放棄維持生命治療 不是安樂死 是醫療治療的其中一個部分 所以他們所談的安樂死 就不是那件事 正在講自願主動的安樂死 其實香港現行在安樂死方面的情況是怎樣呢 現行當然是不合法的 在2000年1月26日在立法會會議上 當時的衛生福利局局長楊永強 曾經重申過 自願主動安樂死 如果有這件事進行 在香港進行 是犯了侵害人生罪行條例第212條 因為那條條例就提到 所有幫助、搞疏或輔導 甚至促成一些他人自殺或者死亡的行為 都是犯法的 但當然這個只依局限在香港的司法管轄區裡面 現在最有影響力的 例如香港的醫務委員會的立場是怎樣呢 他們都很認為 安樂死是不符合道德的 即是不合法的 因為他們認為 好像我剛才提過 放棄生命 維持生命治療 就不是安樂死 我們做這件事 他們認為就要衡量 病人的本身身體情緒 和社交方面 和心靈各方面 承受的痛苦 和我們必須要考慮病人的利益 和病人家屬的意願等等 去進行這些方向維持生命治療 他們著重的是症狀的控制 控制病人的症狀 減輕他在心靈方面承受的痛楚 他們著重的是這些方面 就不是說安樂死 即是這種醫療的行為 在香港其實是在醫院上 其實是經常進行中 可否這樣說呢 放棄維持生命治療 其實是每天都進行中 每天都進行中 每天都進行中 是的 在醫院最主要的各大醫院 無論是私人或是政府 因為李永康也說 他曾經家裡都有這樣的經驗 或者你可以跟他分享一下 我想問一問 如果我們將那個放棄維持生命治療 這些東西擴大一些 其實他的名字不同 但其實這個效果 和自尊主動的安樂死 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有些國家都認為 他是安樂死的一個部分 是其中的一種 只不過舉個例子 當你譬如中了風 腦部大量出血 個人已經完全昏迷 譬如人這樣 不醒的 又動不了 連呼吸都不能呼吸 需要插一條喉 下去幫助呼吸 動不了 又生了肉瘡 這樣的生命 很多醫學界人士都認為 是沒有質素的 也不需要繼續維持下去 如果這些生命要維持下去 就要靠我剛才所說的 譬如 呼吸機 衛館的位置 食水和食物 甚至要給一些升壓劑 令血壓繼續維持 這樣 因為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一停這些維持生命的治療 他就自然過身了 你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即是關掉機器 關掉機器 他就停了 他就停了 因為他根本身體已經是 已經不能維持基本功能 這些就是被動 因為他不會附加任何行動 令生命中止 但是我們說的主動和自願的安樂死 是需要你附加一些東西下去 譬如你要給一些藥物 因為很多人不想自己的生命 英文叫做 惡化到這樣的階段 才來 因為到這樣的階段 你就 因為你已經失去了自己的意願 你已經不可以說我喜歡不喜歡 我沒有選擇 因為你已經完全昏迷 那個人根本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有事情都是靠其他人 幫你決定的 除非你有 我們遲些會提到 就是預設醫療指示 你可以寫下自己的意願之外 如果不是 你去到這樣的階段 很多人不想自己去到這樣的階段 因此就有 自願主動安樂死的衍生出現 很多人明知自己的病情一定會 譬如有些現在醫學戒指的病 運動神經元病 因為那些運動神經元退化 你的病情一定會惡化到這樣的階段 很多人不想自己的病情惡化到這樣的階段 希望在未惡化到這樣的階段 那時候有自己的選擇權去 即是康廷頓 是康廷頓 我忘記做什麼 康廷頓 是康廷頓 英文其中有康廷頓 一種很知名的遺寸 運動神經疾病 其中一種 病情一定會惡化 醫學界是沒有治療方法的 這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現在在2013年 今天6月6日 可以很肯定告訴你 這個康廷頓 這個病是沒有得治療的 只會一直測下去 但我們不可以保證 3年5年之後 這件事是沒有得治療 或者是可以是有改善的 我給你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告訴你 初初換心手術 六十年七十年前 第一次換心手術 是得了三分多鐘 但今天換心手術是很普通的 很多時候可以活多三至五年 甚至是換了十年 二十年都有 但我們不能預測到未來的科技 如果你當時 在一個時空那邊決定的事情 控制了你 現在鎖住了你 當時你的身體這麼差 很可能你會做錯的決定 但有些疾病 我不是否定醫學家 會繼續發展 會有新的治療 但有些疾病 在可見的將來之內 都未必有 可見的將來之內 都未必有治療方法 你說的是 Huntington's disease 那些 我想新的突破 是唯有基因治療 是不是 那基因治療 現在 究竟會在什麼階段出現呢 十年二十年 但是那些人的 承受的痛楚就在眼前 可能一兩年之內 或者幾個月之內 就會衰退到這個階段 你可以給他一個 希望 但是那種希望 有多大呢 因為這個世界所有事情 都是這樣 只能拿到一個平衡 就是 你是不是希望 突然間 明天會有這個奇蹟出現 你可以這樣期望 但是究竟是否現實 就是大家心裡都有數 其實 我自己就覺得 但是同樣 在某個程度上 現時的科技 是可以將一個所謂植物人 無限期無了期地維持他的生命 我們是有這樣的科技 不過可能需要一百萬元美金一年 那麼 那社會 就是誰人出錢做這件事呢 就是誰人肯出錢做這件事呢 如果這個人不是你的話 始終到某個地步 都有一個了結的時間 李永康剛才說了一件事 就說 看你的定義方面 如果你廣闊些體 放棄維持生命治療 其實廣闊些體 和安律者其實不是很大分別的 那麼 剛才林醫生說 主動有一點不同 主動就是你要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事情 令他了結生命 放棄就說 是已經做了一些事情 你不做 但是 如果我用彬仔的個案來看 彬仔應該都呼吸不到 他自己都不能夠自己呼吸 他四肢癱瘓 四肢癱瘓 在某個程度上 其實你是不需要做一些事情 你只是放棄一些事情 其實已經完成他要求那件事 即安樂死了 我有一個情況 就是我不是太肯定彬仔 能否放棄 因為我未看過他 我就不敢這樣說 但是 假設 用一個簡單的案子 大家都明白 超人的案子 就是四級殘障 即是肩膊以下 他不能動 而且他很肯定要用呼吸器 而且很後期才可以脫離呼吸器 用那個案子大家都明白 是的 是的 那 說回美國 就是 美國暫時沒有 自願主動安樂死的合法 他們都知道是有協助自殺 那 說著 我想 基斯杜法里夫的情況 就是 他都沒有辦法幫助自己去吃一些藥物 或者是注射一些藥物 因為他死肢已經癱瘓了 他如果真的要安樂死 也需要他人的協助 因此他在美國都沒有辦法進行 這個 就是現實上他都沒有辦法進行 好了 你剛才說 其實在全世界 就是 合法 遵許主動安樂死的國家 其實都是寥寥可數的 不是很多的 是不是 那在荷蘭裏面 他們現在那個 你有沒有些資料數據 其實他們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採用這個安樂死的人 人士多不多呢 實質上在荷蘭採用 多少人採用安樂死呢 我沒有一個確實的數據在這裡 但是 我可以告訴你 他們是 絕對沒有一個濫用的情況出現的 因為我看過一本書 是講關於 荷蘭的安樂死的情況 因為很多人都會質疑 在荷蘭 如果 一旦有安樂死 即是 自然主動安樂死發生之後 會不會有滑坡現象 滑坡現象 滑坡現象 即是一些 連你不想去 用到的情況 都用不到呢 這樣 但是他們在 本書那裏 很確實地提及 他們 是沒有 這種情況發生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 都可以去看看這本書 那本書就叫做 Euthanasia and Law in Naterland 是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在1998年出發的 那 其實現在荷蘭的情況是怎樣呢 其實 容許我在這裏 說回歷史 他在1952年 就有第一宗 真正的安樂死發生 那時是一位醫生 用可代因的藥物 加上麻啡注射 令到他一位兄弟 是患上末期廢勞的兄弟的生命 軟結的 那他被判一年的緩刑 那時候 還未合法化 因為 接著 在這件事之後 就開始在70年代 就有國會議員提出 成立一個委員會 去商討這件事 那 荷蘭自願安樂死協會 也提出 主動和被動安樂死 應該是可以接手 在70年代 那 第一宗 被判 是無罪釋放的 安樂死案件 是在 1982年發生的 7月16日 那時候 有一位普通科醫生 叫做 Skunham 一位95歲 大腿骨折 還有 拒絕開刀 不肯開刀 導致 走不到路 和坐不到的老人家安樂死 那 這件案件 是第一件 在荷蘭被判 沒有罪釋防的 判刑在83至84年發生 自此之後 荷蘭就踏上了 安樂死立法之路 分別在87年 政府正式研究 國家應監委的建立 然後 1989年 荷蘭自願安樂死 協會建議 非刑事化 自願主動安樂死 那 甚至 在90年代 即90至94年 他們更加動議了 有四種情況 可以 就算病人 沒有明確提出 因為我剛才也說過 有自願和非自願 非自願 他們提出有四種情況 這四種情況 我們都會想提一提 這四種情況 就是 先天嚴重缺陷的嬰兒 長期 有昏迷 腦退化 還有精神病病人 即是他們沒有辦法提出 安樂死 但是 如果是 他們 都是被判斷為 他們 他們 生命 需要承受 沒有辦法承受 痛楚的話 他們 都可以 由他人提出 即是 安樂死 他們是在研究這件事 所以 還未正式立法 還未正式立法 安樂死 這個 自願主動安樂死 在荷蘭 已經確立了很久了 已經 我都想大概 看一看 看一看 現在在荷蘭 真正 即是現在的 立法情況 我們差不多時間 我們先休息 待會再繼續 今天我們的課題 就是討論 安樂死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當然 我們可以有時間 去過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一個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這樣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 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 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 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 28824848 好了 很快回來 我們智力更新 今天我們討論的題目 就是那個 安樂死 應不應該合法化 在上一節 林醫生 就開始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在荷蘭這個國家 已經實行了 安樂死 都幾年了 那麼 現在那個 做到的情況是怎樣呢 可不可以再 還有一些資料 可以和大家分享 是的 現在荷蘭的現行 譬如他要怎樣做呢 一個人要怎樣才可以 進行安樂死呢 那麼 首先 患者要自願主動提出 還有認真 他要加上一個字 就是認真地提出的 就是 還有要是 書面或者要錄音 那麼 還有要證明他是 有生命中 就是那個病 已經去到一個 不能承受的痛楚 或者甚至是絕望 身體或者心靈上 如果會經歷一些非人道的衰退 導致不能夠尊嚴死亡 都可以提出的 但是呢 有一個前提 就是 已經用盡了所有治療 或者舒緩緩的方法 或者病人自己拒絕 因為病人拒絕這件事 都很重要的 如果病人是 精神上 是有行為能力的話 即是他是清醒的話 有些人拒絕 接受一些治療 你都要 即是 我們都要 考慮 這件事 就不可以說 因為他拒絕治療 我們就不給安樂死 即是在 荷蘭那裏 他們都會考慮 那麼 他們規定 只可以由醫生進行 維持生命治療 剛才我們說的 必須要停止 的了 才可以考慮進行 那麼 進行安樂死的醫生 就必須諮詢另外一位醫生的意見 或者是 精神科醫生 如果那個病人是精神病患者的話 那麼 醫生看完之後呢 就要提交一份書面報告 還有再跟家人商議 那麼 將這些紀錄保留了 直至到病人死亡為止 因為可能有機會要檢查的 那麼 醫生要陪伴病人至死亡為止 那麼 還有 要醫生願意進行才行 就不可以說 醫生如果不願意的話 都不可以進行的 那麼 還要有藥劑師的配合 因為 要藥劑師行開才行 那麼 其實 都要經過很多關卡 他們都很嚴謹的 其實 那麼 他們現在 傾向的就是 將 治療院主動安樂死鬥 非刑事法 那麼 他們怎麼規管呢 都要規管的 那麼 他們就用一些民事途徑 或者是醫療的紀律法 就是來規管的 就是 你看一下 你 用這些紀律法 就不是用刑事 就是不會告你謀殺 這樣 那麼 這個 因為之前 如果用那個 刑事法 這樣 很多人 就怕被人告 就是告他去謀殺 這樣 就不敢進行的 那麼 後來非刑事化了之後 才有醫生肯考慮 幫助病人進行 安樂死 這樣 這樣 那麼 那麼 贊成 和反對的意見 我們等會 再談一談 或者 我在這裡 又提一提另外一件事 就是 協助自殺 剛才說過 協助自殺 其實 意思和自願主動安樂死鬥 有少少不同 協助自殺 需要病人自行 服食藥物 或者幫助自己注食藥物 就是病人 要有一定的行動能力 還有更清醒 即是病人有自我意識 暫時可以決定自己何時死 是的 即是說 譬如他選擇 選擇任何一個日子 那天死 他選擇按鈕也好 吃點藥也好 一做這件事 他便會死 是的 是的 這個就是協助自殺 和自願主動安樂死的不同之處 如果要提這件事 我們不可以不提的是瑞士 因為瑞士是唯一一個國家 現在是容許外地人 即是非本地人 去進行協助自殺 那在他們的國家 主動安樂死 其實自願主動安樂死 都是不合法的 那 說合法的是協助自殺 那 只要證明 協助你自殺的團體 或者人 不是出於一些自私的動機 那就可以進行的了 那自私的動機 當然包括誇獎 譬如遺產的成計人 那些 如果不是因為那些理由 那就可以進行的了 就不犯法的了 那現在在瑞士 如果說到協助自殺 就不可以不提一個 叫做Dignitas的組織 因為這個組織 是唯一一個 現在在全世界 是接受外來人士去 去進行協助自殺的組織 那 那 可能大家都聽過 就是 Deaf Tourism 就是死亡旅遊 那 那 那 講的是瑞士 其實 瑞士的這個團體 那 他們呢 是由一個叫做 Louis Minari 的瑞士律師 他本身是德國人 但是他在瑞士設立了這個組織 那 他們的組織的座右銘 就是 生有尊嚴 死有尊嚴 意思就是 就算 他們認為 安樂死 其實是 最終 Human Right 即是人權的演繹來的 就是 你又沒有權力選擇 自己在什麼時候死 或者在什麼情況之下死 那 他們都認為是 都是人權的其中一個演繹來的 那 首先 如何接觸這個機構呢 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末期的疾病 知道自己是很短時間之內 會 會退化 那 知名的一些例子就是 我剛才講的 運動神經原疾病 因為這種疾病 你的神經衰退 肌肉萎縮 慢慢走不動 呼吸不動 需要呼吸器 那 暫時醫學界 都沒有治療方法 都是死症來的 那 或者是 剛才 提到的 Huntington's disease 或者是 一些 遺傳病 其他一些 那 首先 你接觸了這個機構之後 他們 他們不會馬上說 會跟你進行協助自殺 他們不是這樣的 他們首先會輔導你 就 提供一些其他方法 例如 教你 都是教你一些舒緩治療的 例如 如何控制一些痛苦 痛 然後 如果你堅持 他才會讓你申請為會員 申請為會員之後 如果你 都是不想用其他方法 不想用 可以繼續 生存下去的方法 譬如 舒緩治療 這樣 他就會要你提交一些相關的 醫療報告 譬如是 你的病的病歷 這樣 家庭背景的報告 以及工作報告 即是你本身做些什麼工作 他要了解你了 所有的事情 他才會考慮你的申請 然後 他會給你一些建議 讓你考慮繼續生存下去 他不會立即提交給你協助自殺 但如果病人也是堅持的話 他就會把報告提交給瑞士那邊的醫生 去考慮進行協助自殺 如果瑞士醫生同意 覺得這個案件可以進行 他們就會 批准一個臨時綠燈 即是 Provisional Green Light 意思是 準備處方一支自殺的藥物 給你了 這樣 但是 如果瑞士醫生是 反對的話 他可能就 如果病人 不會再堅持 就放棄 如果病人繼續堅持 他就可能幫你再找多個醫生 看看 有一點要留意 他們要求你 跟瑞士醫生要見面兩次 就證明你精神上 認知方面沒有問題 即是有行為能力 即是清醒 以及不是受了第三者的壓力進行 他才可以處方這些藥物給你 那麼 Provisional Green Light 即是臨時綠燈 就會跟隨著三種情況的發生 一種就是 他叫你去一個 較長的探訪 即是 一次過見醫生 或者是 加上進行協助自殺 或者是分兩次 第一次去探訪 就是見醫生 第二次就是 進行協助自殺 或者是 退出的 都是有這三種情況的 那麼 那麼 他們認為 跟很多 生命 死亡 生命到最終的醫療有關 都是 都要跟家人溝通 他們一定會跟家人溝通 那麼 就要求你填寫一些瑞士方面的 相關文件 呈交了這些文件給相關機構之後 才可以前往瑞士 那麼 患者就要自行 吞伏 或者是 注射藥物 那麼 很有趣 他們會用一些 朱古力 或者是甜的飲品 幫你 我想總結一下 其實 總結來說 想死也不是那麼容易 是啊 是一個很嚴謹的步驟 不是一次過 是花很多時間 很多精神 一個很嚴肅的程序 決定你真的死了 真的想死了 真的想死了 這樣才可以給你 有很多人去研究過 給你 你其實不是很一時衝動 是的 好像我剛才提及 在荷蘭那個 他真的要你嚴肅認真地提出 你真的考慮過 自己的生命 如果繼續下去 是沒有意思 還有 病情會繼續惡化 自己會承受很多 不必要的痛楚 他才會幫助你 在瑞士這間 Dignitas的公司 機構也是一樣 他也是很認真地看 他會用盡辦法 首先勸你 繼續生存下去 你也是堅持覺得病情 他也是看你的病情報告 他都覺得 不過通常去到那裡 都是真是一些很猛期的疾病 都沒有什麼辦法 那些人才會看出 我反而不擔心濫用這個問題 因為經過這麼長時間的處理程序 你想死是一時衝動 經過這麼大漫長的道路 你才知道 好了 讓你死吧 你真的很想死 是的 但我回答一下 就是 有這麼多漫長的時間 有這麼多程序 一年做不到多少個個案 其實有很大班人 需要這種服務 但沒有辦法得到滿足 是的 得不到的 我看過他們 我曾經在今年三月 那時候去探訪過這個機構 那時候都得到 Louis Minari 的接見 他在這方面的工作 他就 世界聯盟 即是有一個 Right to Die 即是 死亡權利的組織 都頒了個獎給他的 我去探訪那時候 他那時候 他都提了一些數字給我看 我可以在這裏略略看看 他在說 在瑞士 每年 有成六萬四千三百三十七宗 自殺失敗的例子 那真是自殺成功的 得一千三百一十三 那真是去到他們機構 用一些 不會痛苦 不會承受痛楚的方法 也都是 真的有些病 是 他們稱為 可以 自殺 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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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成功只有千多人 所以你也看到 想死是甚麼原因都好 想死是很困難的 即是落萬多人才中一千多人 真的想死是很困難的 賓仔當然要求安樂死 只寫了一本書 結果他得不到 他的意願不成功 其實一般來說 反對的原因在哪裏 即是哪些團體會反對呢 其實在香港 現在我們看回 最主要的一些醫療機構 包括了醫務委員會 醫管局 香港舒緩學學會 甚至香港政府 都是不贊成安樂死的 我剛才看到 楊永強的例子 他引用了一條 即是法例 這些是犯法的 要坐監的 醫務委員也提出 他們不贊成 醫管局 他們現在的做法 也只是集中 放棄維持生命治療 他們有一個表格 叫做 不應給予施救 不應給予施救 或者搶救的表格 即是 等你生命去到盡頭 搶救都沒有什麼意義 那時候被你填寫 他們也有遇事 醫療指示 不過他們不知 基於什麼理由 就很少運用到這份表格 因為我父親的情況 他的情況都是相差 即是長期病患 到尾的一年 大家都知道 是不行的 我兩件事都有簽過 也都是當值在醫院簽的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的案子 但其他人我不知道 但看這個醫生的做法 我一定不是他第一件事 他經常會做這件事 他也很熟練 到底怎樣組織一些事情 家人是醫生也知道 如果是現感的情形 家人一個可能很冷靜 但當然有幾個是不冷靜 他也處理得很好的 很肯定 其實這兩件事都已經是 成例 以及在醫療過程中 是一個經常會做的事 所以我當初在第一節說 如果我們把放棄 維持生命治條這件事 擴大它 其實跟自願終止生命分別很少 剛才我也提及 自願主動安樂死是一個比較主動的 你的生命某程度上是操控自己的手 大部份人選擇 事願主動安樂死 都是不希望自己的病情 惡化到一個不受控制的階段 但是如果你選擇 譬如簽 那些叫做Do Not Resuscitate 即是放棄搶救的那些表格 其實通常你都要拖到那個階段 你的病情一定要拖到這麼差 可能已經承受了疾病的痛楚 但很多人選擇自願主動安樂死是他們不想 這是最大的分別 即是他們不想這樣承受 即是他們不想自己躺在床上 譬如我剛才舉了種風的例子 躺在床上 生到滿身都是肉瘡 連轉身都要第三者幫你轉 或者你吃不到東西要用胃管位置 可能呼吸到氣 但是沒有所有人生基本應有的生存條件 即是你不想自己變成這樣的階段 你不會選擇自願主動的安樂死 因為有些病 暫時在醫學界是沒有辦法根治的 最大的分別就是這樣 還有其他我想提提的機構就是 香港舒緩學學會 他們的主張就是 覺得舒緩學應該是取締 安樂死的 因為他們覺得舒緩學在香港已經推行了20年 但也不是很廣泛的覆蓋 但是舒緩學在說一些是症狀的控制 他們就不是說一些治療 就是控制症狀 因為沒有治療方法 去到舒緩學已經是沒有治療方法 所以病人雖然說是症狀的控制 但是很多時候我自己 曾經做過舒緩病房 我也知道 坦白說 很多症狀是你用極弱都控制不到的 所以我才會去參與這個推廣 或者令大家更多認識安樂死的工作 其實這麼多機構都是反對 安樂死的 其實有沒有人贊成的呢 你剛才說的主要是醫療的機構 但是很有趣的 放棄維持生命治療 其實都是醫生做的 即是說他覺得 如果是他做主意 他做就可以了 但如果病人說做 他就反對 是不是 你某程度上 其實是發生這件事的 即是他每天都在做 正如你說在醫院 經常都會有些情況之下 他就不會繼續維持你的生命 他不做都是他決定的 都是由他手做出來的 某程度上是的 因為 最後判斷病人 是否去到這樣的階段 都是由醫生 即使你要放棄維持生命治療 但是最後誰決定你去到這樣的階段 都是醫生 是不是 都是醫生決定 你的病情是去到這個階段 但是 所以 所以 自願 主動安樂死 某程度上是 病人爭取自己的主權 或者是 預設醫療指示也是 病人爭取自己的主權 即是說 因為 因為 就算這些所有機構 好奇的話 就算這些所有機構 他們說 他們是反對 安樂死也好 但是他們有一件事 都寫得很清楚 他們尊重的 就是 第一位的就是 病人的意願 為什麼 別人說 放棄 維持生命治療的時候 你就尊重他的意願 但是他在說 他希望 要主動安樂死的時候 你又不尊重他的意願 是不是 其實是有些衝突的 和他們的想法 他們所有人都認為 病人的意願是首要的 是 一方便這樣想 我們看到 醫學團體 和香港政府 普遍都是反對立場的 還有一個 就是 我想是宗教團體 普遍都是 可能是宗教原因 或者是道德的原因 但是 一般香港人 是怎麼看呢 我知道 你自己本人都做過一些 普查 問卷的普查 看看香港一般人 對這方面的 意願 你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些資料 其實 因為我們香港 整個研究中心 都是 積極推廣 安樂死 和御師醫療指示 兩樣東西 所以我們就這兩樣東西 都曾經做過一些 調查 首先 提提安樂死 因為我們今集最主要說的是 安樂死 我們在2012年11月19日 至2012年12月11日 就做了一些訪問 訪問方式 都是抽樣調查 訪問 用電話訪問 或者是 單一對一的訪問形式 525位人士 他們有152位 願意回答我們的問題 回應率大概是三成左右 其中49.3% 75位都是贊成安樂死的 那我當然不是隨便說 你暫省吃安樂死 我 有預計情況 這是 之後 當你是抹期疾病 都有不能承受 的痛楚 的情況下 你暫省吃安樂死 當然不會說 隨便就安樂死 我們說 剛才說 瑞士的機構 都要經過這麼多嚴謹的程序 他們才會幫人協助自殺 所以問卷調查也是很小心預設這個問題 說不反對的,有21.1%是最低的 不知道的也有29.6% 或者我們又要休息一會 第三節,我們會繼續詳細探討 普遍香港市民對安樂死的看法 先休息一會 這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通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 太空小寧精,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好,我們很快回來自力更新這個節目 我們今次討論的題目就是 安樂死,應否應該合法化 剛才林東醫生跟大家分享過 他自己親身做過一些調查 跟香港人一般的香港人做過調查 發現其實香港一般人對安樂死 即是在某個情況之下 他都覺得他寧願是安樂死的 好了,林醫生再跟他們分享一下 那個數據是怎樣 我們自己本身 香港性覺研究中心的調查 就顯示出 支持安樂死的人佔了一半 但是還有沒有其他的數據呢? 其實都有的 其實當時城市大學 一半支持? 一半支持 49.3 49.3 一半被訪者 那麼多個反對的人佔了兩倍半 可以這樣做 這是你自己個人所說 2012年做的 最近的 11月、12月做的調查 好了,其他的呢? 其他的呢? 城市大學在2000年的時候 曾經都做過一個關於安樂死的意見調查 他就沒有我說得那麼明確 他就這樣說安樂死 就這樣說安樂死 看看市民和醫生是否支持 調查對象是家庭住戶和醫生 那麼就發覺呢 大部分的人呢 都是支持的 那麼他就 我就找不到一個確實的數據 我也是上網查的 但是他們給不到數據 但是他們就說 大部分人呢 都覺得安樂死是人道的 嗯 人道的 是的 還有呢 是給一個機會呢 令到一些人很尊嚴的死亡 那你說呢 那你說呢 當時你說 他講家庭住戶和醫生 那麼他有沒有分開呢 有 醫生那裡是怎樣說呢 那麼 家庭住戶呢 大部分家庭住戶呢 是兩樣安樂死 主動被動都支持的 但是醫生呢 就支持被動安樂死多些 尤其呢 是有經驗呢 處理過一些 即是林中病人啊 他們傾向呢 就是支持被動安樂死多些的 但是呢 又是我剛才說到的一點就是 所有人呢 都覺得 病人的自決呢 是最主要的考慮因素 即是無論是 醫生也好 病人也好 他們覺得 病人的自決呢 都是一個最主要的因素 而那個調查 就剛剛正正顯示呢 大眾呢 是支持一個安樂死的 所以他們有 但是他們 就是你聽不到 矛盾的地方 就是 他們是 即是醫生 或者是一些醫療機構 就反對安樂死 但是他們認為 病人的自決呢 是一個最主要的因素 但是呢 病人呢 大部分呢 都傾向於 贊成安樂死的 即是 他們在做一些事情 其實都挺矛盾的 他們一方面 又覺得應該尊重病人的意願 第二方面 他們又不反對安樂死 但是大部分市民 其實有贊成安樂死的 那麼 還有一個調查呢 就是 那麼 剛才那兩個調查 都是針對於 普倫大總 那麼 現在還有一個調查 就是針對於 一個 即是 林中的病人 就是中文大學做的 那麼 他就訪問了129位 的 林中病人 那麼 有 77位呢 都同意安樂死的 即是 有59.7% 是更高過 尤其呢 即是 當你自己在受病人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自己在受病人的時候 大部分人都覺得 是贊成安樂死的 那麼 那麼 這 77位裏面 有54位贊成 主動安樂死 65位是贊成 被動安樂死 那麼 所以 主動安樂死的贊成 又高一點 這樣 這個就是大概 現在香港 即是普羅大眾的 看法 以及 醫學團體的 看法 最主要的分別 如果這樣看來 其實 即是說 安樂死 是所有人都贊成的 大部分人 幾乎是 即是 只是在一個程度上不同 基本上 就算你不贊成安樂死 你認為 安樂死 在醫療過程中 是必不可少的 一定是一個部分 你不可以 當它不存在 亦不可以 直接禁止它 不准安樂死 是不行的 但是呢 現在醫學界的斷體 有少少 就是迴避這個話題 即是迴避 但它不能說 我用我的醫療機構 不准安樂死 是它做不到 因為大家都贊成安樂死 正如我所說 被動安樂死 或者是放棄 維持生命治療 是每天都發生 即是說 這是很難搞的事情 最好不要讓我搞 讓我下一任搞 就最好 其實就是這樣 這是所有機構都有這樣的情緒 而是把重疊 如果由我簽 我會很麻煩 我當然會給別人 反正下一輪 就是下一輪 他跟著來的 所以就放在一邊 所以我就說 如果是這樣的 兩邊的角力都搞不定 我們可不可以用另一個方法 譬如將一個 非自願的 按下非自願的放棄 維持生命 我將它擴大一點 將一個requirement 即是將一個 新疆條件加大一點 或加寬鬆一點的時候 寬鬆到其實 可以跟自願的差不多 那條街上等於自願 因為我講了不同的名字 他就是不願意過好這條街 甚至乎現在 如果剛才大家聽過 我提及到香港醫務委員會 他直接說 放棄生命治療 不是安樂死 他直接是這樣說 不是安樂死 你放棄生命治療 不是安樂死 但結果下個是等於安樂死 是的 其實是被動安樂死 其實我們有他要那個字眼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一天他們不肯面對安樂死的字眼 當他們連安樂死的字眼都不肯面對 他們怎麼會去擴大立法呢 但是一件事不要忘記 每一個貧臨危疾的病人 每天要維持生命很貴很貴 而我們的醫療根本 根本不是那麼多錢 他現在要看著這盤數 就不是這樣看的 即是那張單不是他找的 他當然是沒所謂 一百萬也夠 一百萬也夠 沒有所謂 但我這張單自己找的 我就不是這樣看了 我要看一條數 到底我的錢 花在移科門會好些 花在骨科門會好些 花在其他科門會好些 為何要救這個 即金利救來都是這樣的人 他會這樣想的 他就要 他作為一個遠足也好 一個機構的管事人也好 他一定要想這件事 因為結果他拿了一條數 他會說 你用這麼多錢 你弄得這麼麻煩 我炒你魷魚 就這麼簡單 我不介意他用什麼字眼 我不介意他面對好不面對好 但結果都要想一種方法出來 是令到這件事做成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把時間放在字眼上 那天更也說不定 還有看到 現實上 我已經看到 在治療 夠不夠的人 都已經看到 在美國的例子 Michael Wall 都已經拍過這些片段 你去醫院 第一件事 看你有沒有現索 沒有現索 有沒有錢 現在中國大陸也聽聞是這樣 如果你是沒有現索 你沒有現金給他 他都會拒絕你治療 所以在這樣的程度上 現實的需要 是我們的經濟能力 能否負擔到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們不可以把頭 埋在沙裡 不去面對這個問題 但林醫生也跟我分享過 其實在香港司法界 他有某位很知名的法官 其實他都不想討論這個課題 他最好就不要說了 這件事是頭痛的 他都不想討論這個課題 林醫生 你自己 什麼驅使你 很積極去做事 你直接去外國 參與團體的組織 看別人造成怎樣 是什麼 推動你 這麼積極去探討 能否合法到 其實我們現在 我們中心都已經加入了 叫做 World Federation of Right to Die Society 就是 世界 死亡權利聯盟這個組織 我們香港整個研究中心 在亞太區 東南亞 是唯一一個代表的機構 除了日本之外 亞洲來說 只有日本 然後到我們 這個機構 是其中一個代表機構 那為什麼我那時候會呢 因為剛才我都提過 我曾經在舒緩病房做過 其實我們 天天見到的病人 我們說的舒緩學 我不是否定他的價值 但是 事實就是 很多症狀 藥物是控制不到的 那我剛才 都跟 主持人說過 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 其實他們 都有一些 在做安樂死的意味 在這裡 譬如 最常見就是 媽啡這個例子 那媽啡大家都知道 陣痛 還有 幫助 就是 呼吸 急速 即急速 那個情況 很有用 就是它可以 減低你覺得 呼吸 喘的情況 還有陣痛 但是 媽啡呢 如果你用的劑量大的時候 你都可以抑制 就是因為 它可以 控制你覺得喘的症狀 它會減低你呼吸 那麼 也都可以 令到你呼吸不到 所以 我們說的是 一個 有兩種 雙效的作用 就是 一方面 陣痛 阻止你喘 第二方面 又令到你 慢慢呼吸不到 其實已經有少少安樂死的意味 已經 其實 那時候 我和一位 醫院的顧問醫生 我不想說哪位 他和他巡訪 他都提及 安樂死這個題目 即是在 那幾十年 或者是 那世紀 在香港 其實都會慢慢 越來越多人關注 這個最主要 我去 就是 我的機構 去 駕王樂死的最主要原因 這樣 我想有補充問題 當你在舒緩病房做的時候 有沒有 你印象出 有沒有病人 進去之後 會突然之間 好轉 好端端的 回來 沒有 好轉的就沒有 但是 活得比預期中長 就有 很多人都認為 他過不了 這個月 或者這個禮拜 但是他 出其意料之外 活長了 活到半年 但是 現在說的 質素是怎樣 即是 你活多半年 但是你長期餓創 完全動不了 吃不到東西 又要餵餵餵食 這樣 那是否一個好的生活質素 即是 剛才說 即是兩位主持都說得對 那個 錢 一方面 第二方面 生活質素是怎樣 即是當你很多人 尋求 自願主動安樂死的原因 就是他們不想 自己的生活質素 跌到這麼差 我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想聽眾明白到 有一些病 或者有一班病人 他們所面對的 一定是 死亡 不會有另一條路走 所以 安樂死 你喜歡也好 不喜歡也好 你一定要面對他的 是一個 一定要面對的 題目 這樣說 即將來的 香港醫療界都要面對的 題目 我或者跟大家分享 我另外一個經驗 其實某程度是反映 一些人對安樂死的看法 我曾經都好幾年前 去一個機構去講一個 一個講座 是講長生不老 即是怎樣去活得更健康 那我第一個問題呢 我就問在座 大家都有成 最近都有六十到一百十人 他說在座 有哪位呢 希望能夠活到一百歲 如果是的 請舉手 我等了一會 沒有人舉手 我都呆一呆 因為我通常 這些人 見到人 公開別人 都希望你長頭髮髓 是吧 以為個人都希望這樣 當時我都 有少少意外 為何沒有人要的 你聽這個講座 希望你教你 怎麼活得一百歲 最後問一問 他說原因很簡單 一般人都感覺 在現時他見得到 到你年紀大 就多病 生活質素是差的 是熬苦的 如果與其要這樣去過活子 我寧願不活了 你可以這樣說 當時是沒有人舉手 想活下去的 活長壽的 因為他認為 如果要我痛苦 我就寧願不活了 所以我看到 真真正正 如果當你面對 你自己痛苦 那一剎那 那時刻 我相信 大部份人都會選擇 安樂死 是吧 這個也跟我們 剛才的意見調查 結果是吻合 是 那 為何醫學界的人 會這麼大力反對 在外國不是的 很多 因為 協助別人自殺 而野官非 被人攻擊 甚至乎暗殺 搞到他坐牢 其實都是醫生 因為 只能夠醫生 才能夠有這樣的能力 做這些事情 所以 為何醫學界的人 會反對得這麼厲害 我感覺上 原因就是 一般人 覺得醫生是救命的 有什麼事 你去找醫生 去醫院 急症 救你寶貴的性命 突然之間 如果醫生 又有另一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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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了斷你的性命 在某個程度上 他的形象上 會有很大的威脅 這可能是其中的原因 他不想有這種意識 讓人知道 醫生可以令你死亡 我們一般的印象 醫生永遠是出盡辦法 令你生存 而事實上 不是的 在醫院裡面 差不多每一天 都很多醫生 是放棄救你 救命 讓你死亡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情況 好 在現在 香港醒覺研究中心 其中有一個你希望做到 是不是都希望 將安樂死合法化 我們希望 安樂死 首先 要有多些討論 在社會 因為現在在社會 最主要主流的醫學團體 都不肯面對 安樂死這個題目 當然 剛才 袁醫生說得很對 他們覺得 和醫生的職責 有一個衝突 他們覺得安樂死 他們覺得 醫生的責任是保存生命 是的 這個你都說得對 你發個誓 對 你發個誓 但支持者也有他們的理據 他們的理據就是 病人有個子主權 他們也有他們的人權 正如Dignitas的模特兒 這是支持者的想法 至於你說 我覺得 接下來的道路 我們機構就希望 帶給大家多些這方面的訊息 讓大家真的可以去討論這方面 我亦都希望立法機構 即是立法會 或者行政會議也好 都可以認真考慮一下 安樂死的立法 因為這個問題 正如兩位主持人都說過 其實安樂死 尤其是被動安樂死 我們是根本 天天在醫院都發生著 那為什麼要像鴕鳥政策那樣 那麼迴避這方面呢 其實安樂死 主動安樂死 是不是令病人更加有自主權呢 既然你們這麼尊重病人的自主權的話 那為什麼那麼多人都說 贊成支持 你們都不去認真地討論一下 甚至去研究一下立法呢 那這是我們最終希望 帶給這個社會的影響 以及帶給立法機構的一個建議 第一個問題 我想問一下 安樂死 用什麼方法 以及那些方法是否真的不痛苦呢 其實呢 其實我 嗯 嗯 我很表面地說一說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都沒有死過 對 我不知道在一個大眾媒介 說安樂死的方法 是否適當 因為我擔心 我擔心 你不需要那麼詳細 其實很簡單 就是 譬如是給藥物 還是怎樣 是 令到他 令到他 失去自作 安藏 是 因為我們不是他 我們不知道 是 會不會是痛苦 不痛苦 或者是 睡著覺 或者是怎樣 可以很肯定的 就是 病人是死得很自然 很安藏的 還有是用一些藥物的 而那些藥物呢 都是可以服用的 病人呢 服用之後呢 是會 好像平時就這樣 睡著 這樣 接著呢 就會因為 抑制了呼吸中書 透不到氣 這樣 接著 心臟停頓 這樣過身的 其實那個方法 都是說一些很平和 很安長的方法 是絕對沒有任何同座 不過當然要病人自己服用 是 如果你說說瑞士的話 那 如果說說 荷蘭就 有些很多不同的方法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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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做的是 自願主動安樂者 就是有第三者 就是醫生注射 一些人物 這樣 那個空間更大些 就是不需要病人有活動能力 不需要病人 還可以自己幫助自己 就有第三者 醫生注射都可以 那個空間更加大些 但是總結來說 那個病人 一定是不會有痛苦的 是 這個是最終的目的 是沒有痛苦的過身 剛才你也提過 在贊成安樂死的團體 都曾經指塵出 其實安樂死是一個 非常之人道的行為 而相反地來說 我覺得 是反對別人安樂死 而要別人繼續痛苦下去 其實是一個非常之不人道的行為 在某個程度上 因為我曾經當時 在電視台那裡 被邀請去參與 那個討論 我差不多是唯一一個是贊成的 我的對象 談話對象 有些是牧師 也有社工界的人 也有醫生 也有宗教團體 我最終 我最終 去到這麼盡 其實你想不想到 你是非常殘忍 非常之自私 因為 為了什麼原因都好 你認為是道德的因素 為了你自己心安理得 你不想做這件事 為了你自己好過 你就要別人痛苦 你自己想想 這是一種非常殘酷的行為 我相信好少人會這樣想 我換句話 如果你是奔仔當時的處境 我相信 你會堅持不應該 不應該了結這些持續性的 無了期的 無希望的痛苦 我覺得你反對的人 其實是非常殘忍的 是非常之自私的 到你有一天要做的時候 你要面對這個問題 好啦 如果大家對這方面 還有非常之有興趣 想參與 因為始終這不是一個 有政治的 我叫做什麼 沒有什麼政治價值 影響的人很少 即是不會幫你拿到選票 沒錯 我覺得是很難的 很難是要令到有人 有些現時的 在政界上 或者司法方面的人 會幫你做事 我經常說自力更新 其實最終最終 很多方面的問題 都是要我們自己去 自己想辦法去解決的 如果大家對這方面有興趣 大家到我們一開場的時候 開播一下這個自力更新 第一件事就是介紹 我們那個 香港健康大行動協會 BetterHongKong.com 我們希望 召集多些人 希望做事的人 不只是想聽故事 聽我們說一下 我希望如果大家 真的有心 為香港 為自己 做事的人 加入我們香港健康大行動 我們的網址 很快就有一個途徑 讓你去參與 如果我們知道 有足夠人 某一個環節 特別有興趣 我們將來 大家可以聚集一起 大家再討論 深一點討論 還有一些具體的事情 我們可以做得到 或者林醫生 你介不介意給別人的資料 人家真的有興趣 想接觸你的話 或者你介不介意 留個電話 會不會騙人 騙你太厲害 我不介意的 其實我的聯絡方法 就是 我的網址就是 www.tung-lam.com 我的電話就是 9700-6317 我很歡迎大家 聯絡我 跟我談談 安樂四 或者是 預此醫療指示 這方面的問題 我的電話 我也在這裡看看 是 Tung-Lam.com 林医生有一个很清晰很简单的网址 给大家可以进一步了解多些 如果大家可以直接公布网址 或是乔村所管的电话 97006317可以直接联络林东医生 好了,我们今次的时间都够了 我们下一节希望跟大家探讨另外一个课题 就是请林医生讲的 如果我们暂时做不到安乐死 我们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帮我们 避免将来要面对安乐死的困境呢? 这个我们下一节就会做大家 林医生就会跟大家分享的 好了,我们时间够了 好,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